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献学献卖 才华横溢 资质过人的天丹师阳开 因为修为进展太快 根基不稳 导致晋升灵阶之时走火入魔 心性大便 蒙门主和诸多长老骨气 喜心旧志 总算转危为安 可喜可恨 可喜可恨 这个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整个玄丹门 昨日一场大战闹得沸沸扬扬 玄丹门上下自然有所察觉 不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参与了那一战的舞者们才能了解一些远回 不过他们知道的也不太清楚 而且结合杨开当时那种暴力充满杀法的反应 这样的说辞也没有让太多人多加起疑 杨开当时的表现确实像是走火入魔 大战平息了 然而善后工作却是一桩麻烦事 对外的说辞只不过是稳定玄丹门上下人心 被杨开打伤的那些舞者却需要时间来休养 最让玄丹门高层头疼的是 他最后提出来的要去禁地面壁十年的事 一时点 玄丹门高层云集 上至门主 下至长老护法指使 齐聚一堂 身材积极 不过大殿内却是一片愁云残雾 今日所益之事自然是杨开那面壁十年的事 若是其他地方也就罢了 关键那禁地乃是安置药王顶所在 玄丹门不得不慎重对待 以往布置杨开的底细 让他自由出入禁地 接触药王顶参悟大道妙音 现在既然知道了杨开居心叵测 又怎敢继续让他前去接触 只不过这事到底如何处理 谁也拿不出一个章场 瞧了一眼下方沉默的众人 白李银桑敲了敲椅子的扶手 别装哑巴了 叔叔爸 这事要怎么处理 大长老 你的意见呢 被门主点名道姓 吴风华也不得不开口 李依辰引道 得即只有王顶对我玄丹门的重要 依然还要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见所图不小 若是不答应的话 他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 以他日前展现出来的实力 真要去那禁地 我玄丹门根本无力阻拦 是的 在吴风华看来 杨开最后的提议 根本不是什么自请责罚 而是一个要求 一个与玄丹门和解的要求 答应的才有可能和解 若是不答应 说不定他还要再闹一场 到时候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玄丹门这边 把他虚灵剑派的人全都掳到玄丹城了 在这件事上是玄丹门的不对 尽管他们也没有伤害 虚灵剑派任何一个人 百里云丧皱眉道 那一大长老的意思 是同意他的要求了 吴风华摇头道 老朽并无此意 只是老朽觉得 小师弟当时就不应该承认 那莫须有的师徒名分 若是不承认那师徒名分 自然不会有这些事情 丹城子还没说话 兰心便以怒势而来 大长老 你可想过当时小师弟 若不是那么做 会有什么后果 吴风华摇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即便小师弟没有那么做 要阻止那小子 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始终还保留着一线理智 兰心还须再说 丹城子却是抬手 打住了他的话题 他眼朝吴风华望去 确实 他始终保持这一线理智 没有对我玄丹门中人 下什么死手 所以昨日一战 我玄丹门伤着无数 却无一人死亡 但即便真的阻止了他 又该如何收场 那小子实力之强 我玄丹门无人可以抗衡 放任他离去吗 他已参悟阳王顶之密 数年时间 贡献了大把丹方和炼丹的奥秘 就这么让他离去 大长老能安心 吴风华文言仔细想了想 缓缓摇头 正如丹城子所言 杨海参悟了那么多 又王顶的奥秘 谁愿轻易让他离去 留他不下 又不能让他离去 那就只能以师徒的名分 让他有个羁绊了 不管这师徒是真是假 只要他喊了我一声师尊 那假的也得变成真的 白礼云僧若有所思 小师弟你是由此考虑 所以昨日才认了那师徒的名分 丹城子一抱圈倒 事迹从前 也没来得及与门主生意 白礼云僧摆摆手 你心思向来敏捷 这点我们都不如你 你做得对 有这一层师徒的名分的羁绊 想来到野后行事 也会有所顾虑 不过 这依然无法解决眼前的难题呀 丹城子道 门主和诸位所虑 不过是他对我寻丹门 是否有什么二心 又或者他是其他宗门派来的奸细 窥探要网顶之密 正是如此 埃里云丧焊手 丹城子缓缓摇头道 与我客 这些都不是问题 见仲人朝自己问来 丹城子道 我回旋丹门不久 对他的了解 也只是基于诸位的描述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能跳脱出一些束缚 来看待问题 敢问门主 他入门这数年时间 可对宗门有什么不利的举动吗 不曾有过 可曾见他与别的宗门 有什么太亲密的接触 除了徐灵剑派 其他的没有发现 不过徐灵剑派乃是他出身之地 联络平凡 倒也无可厚非 他在幽王顶那边 参悟出来的各种丹方 亦有十数种之多 若他真有什么二心 完全可以只贡献其中数种 将更多地隐藏起来 但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做 百里银桑微微汗手 数年时间 十几种新颖的丹方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贡献 还有一点便是昨日的大战 所有门人只生不死 可见他还是顾念宗门的 而且 若他真的是别家派来的阶系 其背后之人 又怎会让他单枪匹马前来闯山 就不怕他有什么闪事吗 百里银桑思索了一阵 开口道 以师弟之言 他并非受人指使 加入我玄丹门 丹城子摇头道 他加入玄丹门 完全是一个意外 此言何意 众人都好奇地朝他望去 丹城子道 诸位可还记得 他是如何加入玄丹门的 于伯扬想了想到 小高有一次去天舞城碰到了他 双方切锁炼丹 结果他用我玄丹门的丹方 炼制出了十转无心丹 所以小高便怀疑 他的丹方是从我玄丹门得到的 一番打探之下 才确认是小师弟 你当年教导了他 若非你前些日子突然回到宗门 我们恐怕还不知道这是一个骗局 丹城子苦笑一声 我自认在炼丹之道上聪颖过人 这天底下在丹道上能胜过者 绝无仅有 但昨夜与那小子一分敞谈之后 才发现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众人都惊讶地朝他望去 丹城子的高好众所周知 若非如此 当年也不会因为门主之位 气得离家出走 这还是他头一次听到丹城子说这种话 百里云丧道 小师弟你昨夜与他到底谈了些什么 谈他加入我玄丹门之时 丹城子长呼一口气 他如今毕竟也算是我的弟子了 作为师尊 此人该去关心一下他 顿了一下丹城子解释道 小高说的没错 他当时炼制石壮无心丹 用的确实是我玄丹门的丹方 将来诸位师兄在他加入玄丹门之后 也曾验证过这一点 吴风华汉手道 不错 我们确实验证过 他所用的确实是我玄丹门的丹方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们才对他的出身深信不疑 毕竟丹方做不得假 所以当时都以为是你在外游历时 收了个弟子 丹方没错 小高弄错的是那小子的丹方 不是我传授的 而是小高自己传授的 众人听得忽吏糊涂 丹程子道 小高就在外头 换他进来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诸位应该就知道了 这般说着轻轻拍着 片刻后 高新鹏走了进来 行了一圈里 乖乖站好 丹程子道 小高 将你当年与杨凯比拼炼丹之事 仔细说一说 不要有什么遗漏 高新鹏虽然不知 丹程子为何问起这些 但也如实相告 虽然事情已经隔了好几年 但那一次比试炼丹 他也记得很清楚 在他的讲述下 当时的场景 似乎重现在众人的眼前 丹程子也时不时地 问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片刻后 高新鹏一头雾水地告退 大殿内 静谧地侦落可温 好扮上功夫 于伯扬才吞了口口水道 小高说 扬开炼至十转无形丹的时候 步骤和速度上始终比他慢上一些 难不成 那小子是现学现卖 一阵道西凉气的声音响起 每个人的眼中都闪过不可置信的神色 炼丹是何其精密的事情 药眼凝聂 药材投放的时机 灯火的控制 无不需要丰富的经验和长时间的积累 一个丹师即便拿到一份丹风 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炼制成丹 往往需要无数次的失败 才能积累出成功的经验 更不要说现学现卖 而且还炼制成功了 丹成子道 我也不敢相信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昨夜我特意用一种自己开创的丹方来试他 结果就跟小高当时与他切磋一样 他在炼丹的步骤上始终慢我一线 但毫无差错 最终炼制成丹 整个玄丹门的高层彻底震惊了 演播人 聚无巴雅居 更多精彩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这张金鸽铁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